曾经那因含泪淘汰周深,让周深在这个舞台的起步至少晚了好几年,而正是有了这好几年的沉淀,周深再次跟大家见面时,才会满是意外和惊喜 让人意外的是他从淘汰的深渊走向了成功的光明,让人惊喜的是他的嗓音从来没有这么干净如初 虽然,现在的周深唱歌综艺两不悟,但是在音乐的海洋中,他依旧是那个奋斗不止的少年 截至2022年5月,周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态度强势发行了20首单曲,这已经是两张专辑的标准了,怪不得网友要给他颁一个劳模奖章,新歌年年有,周深一首接一首啊 从2022年1月6日上线的你是我的城到2月22日的在意,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上线失守,在当下的音乐界也是绝不仅有 接着,从2022年3月1日上线我的答案到5月18日ICS,周深用业绩回报了歌迷和听众,也用成绩完败了当初所有的人 周深这个名字,在网络上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声音,网友们从各个出发点提出了质疑,其中最不缺乏的就是关于周深声音,声线的讨论,有的网友说不喜欢这种不男不女的怪异声音,有的网友则恰恰相反,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体现周深强大的地方 他不仅能变声男女声,还能玩转高音低音,不仅能高亢有力,还能温婉抒情 这难道还不够强大吗? 周深的蜕变是完美的,至少在好声音的那一刻起,香蕉就认为他是天选之子,无论导师是那音或者谁谁谁,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在前进的道路中周深没有迷失了自我,而是越战越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